大家好,我是Dr.雲 今天我要教大家什么叫做婴儿心脏复苏 就是婴孩到一岁大的小孩子 如果是有一天父母亲在家里或者是在外面的时候 发现到孩子没有了呼吸或者是晕倒了 大家应该要怎样子做 首先如果是在路边的话 就要确保你本身还有孩子是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叫做danger 接下来就是response 就是看孩子有没有反应 我们可以用两个手指来拍打小孩子的脚 或者是呼唤他的名字 如果是没有反应 接下来就是shouting for help 如果是路边有人的话 你可以大声的喊 救命啊救命啊 请帮忙拨打999呼唤救护车 接下来就是关注在你的孩子 ABC就是A位看孩子的呼吸道 用你的手掌 用你的手掌把孩子的额头压下 提高他的下巴 打开他的呼吸道 然后接下来就是B B的话就是breathing B的话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他的胸部有没有呼吸 用耳朵感觉他有没有呼吸 然后听他的呼吸 如果是没有呼吸的话 小孩子的第一步就是用嘴吹气给孩子 我们人类所呼出来的气会有16%是氧气 小孩子的鼻子和嘴巴非常的靠近 所以要确保大人的嘴巴盖住他的鼻子和嘴巴 当吹气的时候是用一秒钟吹一次 总共要吹五下 然后当你吹的当额要看他的胸部有没有呼吸 当吹的时候有劲的话胸部就会高低 接下来就是看他的circulation circulation的话就是他的血液循环 就是看他的我们叫做brachial pulse 就是这里的脉脖 手臂的脉脖 用两只手握住小孩子的手 这个一定要在10秒钟以内做到 如果是你感觉不到就要马上尽快的 在孩子的胸部的下半部用指压 压他的胸口压15下 深度就是4cm的深度 或者是前面到后面的宽度 你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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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深度 他的速度是100到120下 一分钟内 所以15下了 接下来就是吹气2下 然后接下来又15下 吹气2下 重复的5次或者是2分钟 然后再摸他的脉搏 看他有没有脉搏 如果是还没有脉搏 然后还要继续的重复5次 就是15下压2次吹气 15下压2次吹气 或者是重复2分钟 然后再感觉他的脉搏 如果是孩子已经有了脉搏 不过可是没有呼吸 你可以用手表 算他1分钟内他跳多少次 如果是他的脉搏很慢 少过60的话 你还是每3秒钟 要帮他吹气 不需要用压 就是帮他吹气 如果孩子可以自己呼吸 又有脉搏 你可以把孩子放去 我们叫left lateral position 把他的手 这边一只手放在他的耳朵下面 头有倾斜向下 这样子如果他吐的话 他就会跑进去肺里面 然后他的另外一只脚 就是cross over去另外一边 这样子的话 小孩子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如果是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如果你的孩子还有呼吸 还没有晕倒 就是忽然间你发现到 好像有被梗到的感觉 就是孩子咳嗽咳嗽 或者是呼吸困难 你们可以马上呼叫任何人来帮忙 或者是你自己懂得 怎样把他打出来的话 就是用手指握住他的下巴 然后把孩子放在你的大腿上面 用你的手来支撑孩子的身体 孩子的头要向下一些 手要放在大腿的上面 在孩子的两个骨头旁中间 大概这样高的距离 拍打一二三四五 如果是有东西掉出来 就观察孩子有没有呼吸 如果是还没有东西掉出来的话 就要再重复转转过来面向上 在他的胸部的下半部 用指手指两根手指压一下 一二三四五 然后如果有看到东西掉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用手把它刮出来 如果是还是看不到东西 在嘴巴的话 如果孩子还清醒 还有咳嗽 或者是还有呼吸 还没有变蓝的话 可以重复的在他背后拍 直到他肯到的食物掉出来 如果是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的话 如果是等到孩子已经是肯到晕倒的话 你就到回去之前 我教的那些孩子的心脏复苏的方法 给予急救 因为每一分钟 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是黄金时段 如果是在前面五分钟 父母能够给予即时的急救 如果是在靠近你家 在五分钟内能够到达的话 生存的几率是很高 可是如果是救护车多过五分钟 才到达你的目的地 你的孩子很可能会老死 所以希望每一个父母能够学这个急救法 能够帮助你的孩子或者是朋友的孩子 谢谢